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墓的主人是明代开国功臣汪兴祖 考古人员从汪兴祖墓中清理出金银器 瓷器和玉器等74件随葬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组香金托云龙门玉带版 它如今陈列在南京市博物馆的玉堂佳器展厅里 玉带版也称为代垮 汪兴祖墓出土的这组玉带版共有14块 大小并不相同 长度在3到8.8厘米之间 宽度在4.2到7.9厘米之间 玉带版用纯洁银润 白如凝枝的和田玉雕刻而成 表面稍稍隆起 门市采用多层透雕的方法以重叠的层次巧妙安排门市 在方寸之间表现出龙在云门中上下盘扰穿云驾雾的神态 龙手雕琢的油眉精致 在不到两厘米的空间里把龙手雕琢的活灵活现 无论是须 眉 染 踪 还是脚 鼻 唇 恶 都以传神的刀法 灵动的线条准确地表现了出来 尽显龙的威严之态 龙的周围扁缀祥云门 云作灵之状 排列有序 巨龙在云层间穿越 栩栩如生 整幅玉带构图饱满而不失玲珑 大有宋元时期的玉雕遗风 作者以独具匠心 轻快流畅的刀法 把云荣文雕刻得出神入画 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 更令人赞叹的是 已经精雕细刻的玉带板 底部有包衣金托 在正面流出窄窄的金边 金香白玉 两种品质高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 显得更加华丽尊贵 同时又有着金玉良缘的美好寓意 汪兴祖墓出土的这组玉带板 堪称中国古代玉雕工艺的精品 据专家介绍 明代出土的玉带板 大多是素面没有文饰 而汪兴祖墓出土的这组玉带板 不仅雕刻了精美的云龙纹 而且还带有华丽的金托 这在南京地区发掘的明代王公贵族墓中仅此一例 按照明朝的规定 只有皇家才能使用龙纹装饰 汪兴祖为什么能拥有如此尊贵的玉带呢 在明代开国功臣中 汪兴祖并没有徐达 常玉春和慕英等人的名其大 据明史记载 汪兴祖是安徽朝鲜人 生于1338年 他是朱元璋部将张德胜的养子 一直跟着义父南征北战 小小年纪就立下不少战功 1360年6月 张德胜在一次战斗中阵亡 22岁的汪兴祖开始统领义父的军队 继续追随朱元璋与元朝军队作战 他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深受朱元璋的赏识 明鸿武初年 汪兴祖率兵攻克汴梁洛阳等地 随后跟随大将徐达攻占德州和元大都 元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 1371年 汪兴祖在攻打四川的战役中 福幸被飞食击中而阵亡 十年33岁 消息传来 朱元璋非常悲痛追封他为东圣侯 汪兴祖墓出土的这副香金托云龙门玉带版 在地下埋藏了几百年 玉帜毫无瑕斑 金托闪闪有光 雕琢的龙为五爪 具有明代初年龙的典型特征 规格很高 据明初规定 龙奋为皇帝皇后专用 只有皇帝皇后的车鱼 灌服及生活用具才能使用 因此 作为宗圣侯一级的汪兴祖 是不得使用这样精美的龙门的 因为汪兴祖前面说到了 他是在明洪武四年的时候就身亡了 明洪武三年以后 对腰带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 按照明史玉服制的要求 那么一般的用龙门的腰带 只能出现在皇家的范围内 汪兴祖这颗腰带很有可能 就是作为他战功显赫 由皇帝赐予的 腰带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服饰密切相关 古人穿长袍 腰间必须记带 如果不记带 会被视为无教养清理 唐代以前男性贵族的腰带 以皮革质地为主 称为革带 宋代以后 丝制腰带建成为主流 不论质地如何 中国古人都非常讲究腰带上的配饰 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玉装式的腰带出现于北周时期 最初只是在腰带两端的连接处加玉制带钩 后来发展为在腰带上相坠一圈片状玉块 玉块的形状有方形 长方形和陶形等 有的表面还雕琢有各种图案 以显示主人的高贵身份 到了唐代 朝廷把皮质的隔带定为官服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规定用不同材质的配饰相坠在隔带上 以此体现官阶的高低 只有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 才能记金代或玉代 唐代文学家韩玉 在写给儿子的一首《适而适》中这样写道 不知官高飞 玉代玄金鱼 他用配玉代来鼓励儿子读书上进 入室做官 因为玉代代表了高贵的身份 皇帝常常把他作为贵重礼物 赏赐给有功之臣 以示异恩 据史料记载 北宋的神宗皇帝 听说朝廷的军队打了胜仗 十分高兴 他当即把自己系的一条玉代解了下来 赏赐给有功之臣王安石 明代统治者沿袭并发展了唐代的官服制度 以隔带作为官员的腰带 隔带上面坠有各种材质的带板 按官阶大小 带板的质地分为玉金银等 另外 带板的形状数量以及排列方式也有一定规制 据明史录记载 朝廷一品官员束玉代 二品官员束用犀牛角制作的花膝代 三品官员束金萨花代 也就是陋客有花纹的金代 四品官员束束金代 五品束银杂花代 也就是陋客有花纹的银代 六品七品官员束束银代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 在明代 玉代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一品官员以上 包括皇帝 藩王建立功勋寿风的 公侯 驳 驸马 及夫人 这幅香金托云龙门御代版出土于东盛侯邦兴族的墓中 代版的材质与墓主人的身份一致 与文献记载也是一致的 据史书记载 明代官员腰带上装饰的代版 由三台 圆桃 台方 鱼尾和府壁等部分组成 共二十块 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云龙门金带版和诗蛮门琥珀带版 两组带版都是二十块 与史书记载一致 但奇怪的是 如果将二十块带版全部坠于腰带上 那么腰带必定会很长 而明代官员的腰一般都没那么粗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专家说 明朝官员的腰带是数而不济的 只用细绳寄于腋下一类处 所以明朝官服上的腰带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唐宋时期数腰的功能 变成纯粹的装饰用具 由于腰带数而不济 紧全于腰间 人在活动时腰带便经常上仰至胸部或下垂于腹部 为了保持平衡 佩戴者必须用手扶着隔带 做出撩袍端带的样子 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御带就是数而不济的 大臣们还能根据皇帝御带所处的位置揣测朱元璋心情的好坏 当御带上仰到胸部时 表明皇帝的心情很好 反之当御带下垂到腹部以下时 则表明他即将大发雷霆 甚至要杀人 云龙门金带板和狮蛮门琥珀带板均为二十块 而汪兴祖墓出土的这组 湘金托云龙门御带板为什么只有十四块 而且其形状与明带的御带板也有所不同 专家对此进行了推测 从目前我们国家发现的一些明带出土的腰带当中来看的 腰带的数量大概是从十三块到二十六块都有 我们这个汪兴祖的腰带呢一共是发现了有十四块 那么为什么只有十四块呢 我们根据当时考古这个发掘报告来推测呢 这个墓呢是经过这个倒扰的 也可能是被倒掘过 那么这也可能根据跟现在存在的这十四块的腰带有一定的关系 经过专家仔细观察 两块铺尾上的云龙门的布局是对称的 四块腿形法和八块半月形法中 有的纹是对称 有的不对称 因为汪兴祖墓被盗掘过 所以很可能是一副不完整的御带板 汪兴祖墓出土的这组香金托云龙门御带板呢 不仅让我们有幸目睹到明代一品以上官员所配御带的风采 还让我们了解到明代功臣汪兴祖的龙马一生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